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和戴露娃同样在《长相思》中饰演王姬,差距明显较大。 这部剧以其丰富的神话背景和扣人心弦的剧情,吸引了大批观众的眼球。 而杨子和戴露娃分别饰演的《小妖》和《阿》面这两个角色更是备受瞩目。 杨子作为实力派演员,在过去的古装剧中积累了大量的粉丝, 而戴露娃则以其独特的气质和表演风格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因此,两位演员的加盟无疑给这部剧增添了不少看点, 也引发了观众对于两位角色的期待。 来看看杨子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小妖》。 《小妖》是昊玲的大王姬,陈戎大将军之女, 也是西阎王的外孙女,她的身份十分尊贵。 尽管身份显赫,但《小妖》的命运却并不如人意。 她从小就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被迫躲避追杀,历经磨难。 在《长相思》这部剧中,《小妖》这个角色承受了种种不幸和命运的折磨, 她的一生可以说是一部苦难的史诗。 从被吸血,被虐待,到命运的无情摆布, 《小妖》的生活充满了挑战和磨难。 她的遭遇让人心痛,也让人对她的命运感到无奈。 被吸血这一场景尤为令人心酸。 《小妖》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子,本应享受美好的生活, 然而却被迫忍受着被吸血的痛苦。 这种身心的双重折磨,让她的生活充满了无尽的痛苦和绝望。 而被虐待更是让她的心灵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每一次的折磨都在削弱着她的意志和力量。 在剧中,杨子不仅通过眼神、动作和台词, 刻画了《小妖》内心的矛盾和情感, 而且在表演中展现出了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她用细腻的表情和丰富的情感, 将《小妖》所经历的种种痛苦和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仿佛能够感受到她内心的痛楚和无助。 相对比的是带露娃饰演的阿面。 阿面是高薪王的独生女儿, 从小就备受宠爱, 过着依来似锦的生活。 尽管身处优越的环境中, 阿面的性格却并不温和。 她任性刁蛮, 自私自利, 对待身边的人也充满了傲慢和冷漠。 在剧情中, 阿面对待小妖的态度更是令人愤慨, 她的嫉妒和自私让观众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带露娃通过精湛的表演技艺, 将阿面的性格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使得角色更加生动和立体。 杨子和带露娃在长相思中的表现各有千秋。 杨子以出色的演技演绎了小妖的悲苦与善良, 而带露娃则将阿面的娇满与自私演绎的淋漓尽致。 两位演员在塑造角色和表现方式上的差异性十分明显,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相信随着剧情的发展, 两位演员将会展现出更多的精彩表现, 带给观众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张婉毅将罢评暑期, 三部新剧即将开播, 演艺事业或彻底迎来腾飞。 作为去年暑期档最大的爆款古装剧《长相思》 无疑是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十分耀眼的成绩, 特别是后续超强的剧集长尾效应, 更是让一众竹眼火的一塌糊涂。 这其中四位男主之一的张婉毅, 就是收获到了满满的剧集红利, 不仅个人的人气和热度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而且在资源和剧集影响力上, 同样也是有致的飞跃, 可谓是彻底迎来了事业腾飞。 这部, 在即将来临的暑期档, 张婉毅的三部古装新剧或都将开播, 可以说是让人十分的惊喜。 首先就是率先在六月上线的锦绣安宁。 改编自热门小说的锦绣安宁, 是一部有着穿越奇幻背景的古装言情剧, 在男女主爱情成长的过程中, 还融合了朝堂、励志以及权谋等元素, 是一部多元且精彩的古装佳作。 作为剧中的男主, 张婉毅不仅再现了帅气儒雅的古装, 而且对于角色的把握和表达, 也是再度给我们带来了惊喜。 虽说女主任敏, 去年在《玉谷瑶》中的古装颜值遭到了诟病, 但在全新的装造以及出色的演技实力下, 任敏在锦绣安宁中与张婉毅仍旧表现出了极高的CP感, 也是让整部剧后续的播出前景变得更为的出色。 再者就是预计将在7月初迎来首播的《长相思2》。 作为全网预约数已经超过500万的超级古装剧《长相思2》在 杨子、张婉毅、谭剑四等原班人马轻力打造下, 不仅有着更为精彩的剧情, 而且在主演阵容的实力与人气上, 也是要比第一季来得更为出色。 特别是女主杨子的扛剧能力进一步提高后, 更是让《长相思2》拥有着极其出色的开播前景。 而在《长相思2》中,张婉毅在保持了古装造型一如既往的帅气, 以及超高的角色带入外, 所饰演的角色《枪旋》也将有着更为精彩的剧情设计, 幻境诛杀图山景, 运筹帷幄平天下等等, 都会让人物的特点更为鲜明, 角色的热度和出圈度也会更高, 张婉毅的表现已然会成为第二季最大的看点之一。 最后则是《江阶档长相思2》上线的柳州记。 同样是一部古偶剧, 但柳州记与锦绣安宁在剧情元素上确实完全不一样。 在有着男女主双强加上多重马甲的设定下, 不论是情感对手细, 又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看点, 都非常的充足。 在演少年将军的张婉毅, 在剧中的表现也是十分的出色, 特别是剧照中一身黑衣的造型, 更是多了几分诚服, 让人十分惊喜。 而柳州记的女主王楚然, 也是公认的古装美女, 抛开场外的路人员不谈, 演技实力也是非常优秀, 与张婉毅的诸多同框也表现出了非常高的CP感, 是未来最让人期待的古装CP之一。 多说一点, 以上的三部剧的播出平台都是鹅厂, 张婉毅不仅将霸平整个暑期。 而且在鹅厂超强的流量底盘加持下, 三部剧集必定能收获到非常优秀的成绩, 张婉毅也将再度收获人气高峰, 演艺事业也将彻底迎来腾飞。 对于张婉毅即将开播的三部剧, 大家最期待哪一部剧呢? 欢迎私信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